大家好 我們今天又在淡水啦 然後我們要來看電這樣子 對 就是清一些放在口袋裡面很久的名單 然後有些吃過 有些沒有吃過 那有些是觀眾推薦的 來吃吃看吧 大部分是比較新的啦 我們開一隻啦 然後這間店呢 我之前有常常外帶回家 其實這是一個朋友叫劉先生他推薦的 然後看他吃 哇好像很好吃 我就去買 然後覺得還蠻好吃 但是我們也不是常常能夠就是買這回家 我們之前吃的時候就覺得還蠻好吃的 這間店我們蠻值得推薦的 就來拍給大家看一下這樣子 然後他這個是他的特色 是皮蛋的那個麵這樣子 對 然後他有出炒熟版本 然後這個蠻好吃 可是要能夠吃辣 這個也蠻辣的 但是很香 對 然後你重口味的話會超愛的 而且他麵會扒得很緊這樣 因為他裡面有皮蛋的那個蛋 蛋液 黑黑的那個 好像好好吃 但是我大概只能吃一兩口而已 那個辣度 我就是只能承受到這裡而已 對 那能吃辣的話會覺得很爽 然後他是屬於鹹香型的那一種 對 他的那個辣椒非常的香 那辣度一定是有的 然後再加上他這個皮蛋本身呢 我們就融在這個麵裡面 他就是會形成一個就是那種 就是稠稠的這樣子 非常香 非常好吃 很爽的一碗麵 然後我們今天都是點小碗的 其實他的小碗都已經還蠻大的 對 也不錯 好 調這個皮蛋吃一下 他的那個皮蛋的腥味並不會很重 就是我覺得一點點也很少耶 因為辣椒基本上把它的那種腥味都蓋掉了 這個辣椒菜 這一碗大概不夠塞你的牙縫吧 他已經份量還不錯了 他真的還蠻辣 因為我覺得我算是可以吃辣的人 然後我覺得還是蠻辣的 你兩三口就吃下去了 很好吃 因為他很爽這樣子 好 接下來是這一碗烘肉飯 然後你如果有來吃的人 或是你看評論來就會有說 他烘肉飯也好吃這樣子 他飯算是蠻大碗的 雖然說料不多 可是這一碗很便宜啊 好像才40塊吧 我跟你講他的這個筍絲啊 滷的就很廣 有沒有 看那個顏色就這樣 很深入 對 那筍絲算很重口味喔 對 吃一口烘肉看看 很好吃耶 我印象中他的是比較屬於鮮的 然後沒有甜這樣子 一點點 比較微一點 但是因為蠻多人也是不喜歡吃甜的 那你覺得可以接受一點甜的話 我會習慣 那個皮啊是會化掉的那一種 對 然後瘦肉呢 稍微咬一下 但是不會柴 OK 很好吃 我記得他的這個還蠻出色 我也來吃一塊看看 很好吃很好吃 然後他鹹香的醬汁啊 然後搭的就飯其實也是蠻爽的 你看他這個油脂啊也是非常的化這樣子 我覺得很好吃 他滷的非常的夠味啊 如果你喜歡那種夠味型的話 你就會很喜歡這個 然後我覺得重點就是 他整個搭配就是很鹹香 你如果很喜歡整個很鹹香的話 這個就會喜歡 然後最後來吃這個羹 我們是綜合羹有肉的 然後 這個大小一樣是小碗的 然後花枝跟蝦仁 其實我們最近吃了蠻多地方有名的 花枝跟蝦仁羹 這個羹我是真的沒有喝過耶 喝喝吃吃看 感覺好像不錯 不錯 它羹湯上是我有買 但是我記得是點肉羹 它這個是蝦仁羹 然後裡面有一點綠色的點點 不知道是 應該是那種 有點香味的那種蔬菜 我目前吃不出來是什麼 然後它這個 我們是點小碗的嘛 它其實 這個小碗已經在外面 已經是大碗了 算這樣 而且它裡面給的料也不馬虎 也不少這樣子 它跟蠻脆的 吃吃看肉羹 我覺得它的湯還蠻出色的 它的湯是蠻濃的柴魚味 然後它很甜 那你甜的時候你會想說 吃家庭 其實它就是有很多的高麗菜啊 然後 一些東西去慢慢熬的 所以你可以吃得到這些蔬菜的甜味 這些菜的甜味這樣子 然後它這些花枝漿裡面就是 裡面有小小的那個醬 醬粒這樣子 滿香的 就是有小小的花枝的肉塊在裡面 對對對 然後蝦仁也是 我們吃吃看 一般我們在外面有一些吃到比較厲害的 它是整隻蝦子在裡面 但是那個成本就很高啊 我覺得這個這樣子 滿大碗的經濟吃起來 如果 你畢竟也不能整天都是 吃吃吃看我可以在 上次我們吃那種 豬計畫吃跟一個就要90塊的 感覺是小很小一碗 那個是三重人的那種奢華下午茶 我覺得它肉根的部分也蠻好吃的 然後非常的紮實這樣子 我覺得是可以試一下就是 搭配一下比如說飯啊 或是麵啊然後搭配這個 就可以吃得很滿足的 就我覺得它的薑體很甜 整體而言我覺得它的湯啊 我算是出色 就是它跟湯的部分 對 它沒有調到非常的稠 然後就是還有一些蛋花的香這樣子 對我覺得算是我喜歡的那種根 很厚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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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應該 應該會不錯的 哇可以在這邊撐網囉 很厚很厚耶 給大家看一下側面好不好 哇塞 欸這個排骨我直接封繩耶 這個排骨吃起來像雞排耶 像雞排那樣的厚 像雞排那樣的嫩耶 我覺得可以完全特地跑過來吃 從別的地方跑過來吃也可以了 因為我們會去吃 之前有去山峽吃什麼 冬到你吃那些我都很喜歡 冬一排骨 沒有這個厲害 這個比較厲害 它這個很柔軟耶 而且它皮超脆的 而且又夠厚 然後皮炸粉喔是厲害的炸粉 味道也不錯喔 它有一些黑胡椒的味道在上面 超強超強的 晚一點再放影片喔 它煮了這個 麻婆豆腐 煮了這個排骨厲害 因為麻婆豆腐也厲害 我們一般吃到麻婆豆腐的時候呢 都會非常的醬對不對 對 都是那種 就是千篇一律的味道 應該是那種工廠的醬 然後加下去 不是就是隨便 就是勾個芡這樣子 它不是說不好 只是說這一個特別厲害 對 你看我看到我夾到這個東西 這是花椒啊 在這個麻婆豆腐裡面 你在這個便當店的這種配菜裡面 從來都不會夾到這個 對 而且它不會這樣濕濕的 那我們大部分吃到麻婆豆腐 就是用醬啊 然後勾芡的方式 然後 我只是說它特別厲害這樣子 而且它的味道就是 有那種麻婆味道 有那種花椒的味道 然後它整份飯裡面啊 都非常的乾乾的 我最喜歡吃這種便當 因為我不喜歡飯那個便當啊 裡面會比較油油絲絲的這樣子 其實蠻多人蠻在意這一點的 那秀太也是非常在意這一點的 我也是啊 為了你說要來吃便當 我有點生氣 它有點小生氣 你看我平常很少吃便當 因為它很不喜歡吃便當 但是我覺得這一間妳可以 可以可以這間我可以 非常可以 它這個便當裡面啊 有這個滷肉啊 對 看到這個顏色我就覺得 欸他們家的控肉飯 可能也非常的行 吃一口蛋糖 欸它這個滷肉 秀太非常的讚賞 我覺得算是有深度的那種 而不是說單純給你鹹給你甜這樣子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乾脆香的那一種 你看它的那個 有點晶瑩濃透 看一下它的雞腿啊 這也是非常非常多人推的 然後你看到評論裡面啊 哇全部都在講雞腿 還有排骨 你看它的雞腿很大一隻欸 我覺得跟那個黑店的雞腿 哇 大隻有的很 這應該也是九兩以上 喔 喔這雞腿很可以 哇它有肉汁欸 像油油亮亮的 我覺得如果你靠地 為了淡水吃黑店 這個可以考慮 我覺得 不舒服 真的不舒服 但是我配菜不一樣 因為裡面 黑店它裡面會有那個 酸菜什麼的 對但是你要有地方吃啦 因為這邊內用的座位沒有很多 你要有外帶的地方吃 可能會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我會特地一起 比如說朋友來這邊 然後會說欸你可以吃一下這一間 這邊是可以值得來的 聽到聲音了嗎 超脆的 我跟你講它整個咬下去啊 整個肉汁很多 然後肉很多對不對 它咬下去那個肉是有彈性的 會有點回彈回來 然後就很 很水分很多 就是感覺蠻多汁的這樣子 很嫩欸 很好很好 超厲害欸 而且不小汁欸其實 來吃一下這個滷蛋 這個滷蛋其實是 評論五顆星會送的蛋 但是我說真的啦 它就算沒有評論送蛋的話 我會給這一間給五顆星 然後甚至我會用兩個帳好嗎 真的很好吃 這間麵真的非常厲害 這顆滷蛋它竟然加10塊就可以吃得到 對它這邊有那個滷蛋 現在7-11都不只10塊了 早就不只10塊了 你吃一看 它滷都很進去欸 這蛋黃啊 我覺得鹹味還滿夠的喔 就是你吃一口可能要挖兩口飯去配這樣子 然後你看它的那個蛋白 都滷到裡面去了 好厲害的有沒有 嗯 這一間店呢 我覺得它整個飯的那個 配置非常的好 就是它不會這樣油油的 然後濕濕的 然後吃起來口味也算是很平衡 你會想說欸它可能還滿重的口味 沒有 就是吃起來我覺得是算是平衡的 好吃的 我這是我這一生吃到 就是最不一樣的麻婆豆腐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就是真正的麻婆豆腐 應該是什麼味道 我們一般在那個便當店吃到就是都是千片一律都是那樣 然後我很討厭吃那一道菜 所以我到餐館也不會去點麻婆豆腐 而且我又不吃辣 可是我吃到這個東西呢 它那個香料啊 就是辣跟香都是非常自然的 然後花椒的香都有跑進去 所以算是我覺得蠻值得點的 尤其是它也有單點那個麻婆豆腐飯排 所以是可以嘗試看看的 接下來第三家 我們要喝個果汁 這個果汁我還滿喜歡的 我跟你講今天生意超好 然後它就是哇 隨時都一堆人在那邊排 那其實這個好像在淡大算名店 然後很多人都會在那邊買水果啊 買一些大學生他們吃這些東西啊 然後沒辦法自己切 因為我們之前蠻常買回家的 是真的它的那個冰沙很真材實料 對然後它的水果也真材實料 所以我覺得這間店 而且價格我覺得是比一般的 我們還要便宜這樣子 嗯 哈囉買到了這個是巴勒 巴勒 對 然後我們都會買去給小朋友吃 我覺得它的價格真的還滿划算的 就是 如果你去外面看過這種水果汁的話 它真的有比較便宜 而且因為它 我覺得有比較大袋 隨時都很多人吃 它的水果跑得超快 所以都是新鮮 這樣子50塊 我覺得很新啊 然後它的檸檬冰沙 我覺得直逼那些什麼菲律賓啊 像它剛剛有那個什麼 呃 芒果冰沙 一杯 原汁的是60塊 其實跟菲律賓的價格是一樣的 沒有 菲律賓要賣八九十 有了甚至要一百一百 那是觀光區啦 對 可是我真的覺得很值得今天可以來 可以來 真的可以來 喔我們今天點的 這個是原汁的那個檸檬冰沙 對 它會問你要原汁還是 可能有套粿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我們喜歡喝原汁的 這邊也是50塊 50 可以 喝喝看 好啦簡單說就是自然 然後 甜度剛好這樣子 就是如果能喝酸的 我是覺得還不錯 然後 它的調味 算是舒服 不會因為它酸 就加了一大堆一大堆的糖 因為前一陣子我們在這邊啊 我拍一間羊肉 賣那個羊雜的啊 那一間很好吃 然後每次吃完都來拍 都來喝這一間這樣子 這個 這個調味啊 我覺得就是因人而異 有的人比較酸 喜歡酸一點 有人喜歡甜一點 這個就 你自己來多試幾次 然後就可以跟老闆 調和出你要的味道 對 然後我就是簡單說 我就是推薦這一間 好啦 我們今天先到這邊 大家掰掰 掰掰